如果要我選全身我最不滿意的部分 我相信我會選一對肥豬腳 所以多年來我都想盡辦法 怎樣可以令雙腳瘦一點 而香港人今晚這些不勞而獲瘦腿物 就近年大熱了 這幾雙都是我自費的 今次做過中立的小小比較 希望想買的都有個依據 第一雙出場是爽健瘦腿物 我已經買了三年了 當然這雙是新的了 我以前就在日本買 現在其實萬寧都有得賣 它的腳頭是穿孔的 然後彈性就屬於中等 而它是不透肉的 接下來是Body Bra的功能壓力物 它的設計就仔細很多 有不同的物料和壓力 令到腳的不同部份 可以受到不同壓力而瘦腿的 蜜頭設計 彈性來說幾乎是零了 而且它也是不透肉的 第三雙相信大家 走開利時和IG shop 都會經常見到的 Doctor Miss瘦腿物 它有一個防藝的設計在蜜頭那裡 它和一般的絲蜜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而彈性就十足 而且也有少少透肉 看了這麼多資料 聖上的東西其實都很難比較 所以我今次特意穿給大家看 不過放心 我有穿褲的 按回剛才的出場序 第一對就是爽健的瘦腿物 穿上去其實都有點難度 因為它的壓力是屬於中等的 我會慢慢一折一折 穿上去腳上面 這個就是before和after的效果 你都會見到有少少的收緊作用 穿上去之後 就不算太緊的 動動都方便 不過它最大的缺點就是蜜頭通洞 所以都可以選一些不同的蜜去配襯 好了 第二對我就會選Body Bra的這個壓力蜜去試穿 其實你會見到它無論是腳和屁股都有不同的材料 所以它的功能性是比較大 除了腳之外還做到提盤的效果 衣服裡面它就最難穿了 你真的要逐段逐段慢慢地穿上去 因為它的壓力真的包得對腳很緊 由於它的功能性很強 不要說是瘦腿 簡直是趕走靜脈曲張 所以都挺適合做護士或者sales的朋友穿著 試過效果我就覺得一般 但除了蜜之後你真的會覺得有瘦腿的效果 最後就是網上買到啪啪聲的韓國DOTOR MISS瘦腿蜜 它的感覺我就是覺得三對裡面穿得最舒服 所以如果想方便平日出街穿著的話 就可以選這一對 價錢來說也是三對之中最便宜的 官方聲稱的燒脂瘦腿效果我就感覺不到 但是由於它透肉的關係 臘腿感重一點 所以視覺效果它是最好的 瘦腿蜜可以自行選擇 當然都有一些實用的方法 記得平日喝多點水 尤其是喜歡吃鹹食辣的朋友 可以沖走身體鹽份 對腳才可以去水腫 腳粗水腫和皮膚的彈性都好 所以記得平日用多些Body Lotion 來控制水腫問題 塗完之後 穿對絲襪就更加吸收 而且還可以加強瘦腿的功效 這個是我沿用了很多年的方法 就是將雙腳放在牆上抬腿 大約15分鐘便可以去水腫 怎樣可以看到自己是水腫 你撕下自己便會看到橙皮脂肪一粒粒 而且你不斷擋雙腳 如果肌肉一點都不結實 你就知道自己一定是水腫 而水腫的成因除了是天生之外 就是節食引起的 所以下次我講下關於瘦腿的運動 做運動就是永恆的瘦身方法